Hello 狮子座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Jan 那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狮子座的朋友们的双周能量会是排卡解读 那这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每天现状跟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取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就可以了 那请记得 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这些讯息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正在面对过未来会预见的一些状况 那呢 在我的频道我会建议你参考你的太阳月亮上升精心之外 你也可以不需要局限任何的星座或者是星盘的位置 你可以点选特别有感觉的标题或其他星座 或看看呢 YouTube经常推播给你哪个星座 我相信那边呢 都会有适合你的讯息在等着你去挖掘好吗 那不管呢 你是新朋友或老朋友都非常感谢你来到我的频道 如果呢 你愿意的话呢 也可以帮我按一个喜欢 分享给你的朋友或收看我的广告 都是最直接能够支持我的一个方式 好吗 那今天呢 一样我们会有这个12星座的开场讯息 也会有平台最新的更新消息 首先就是呢 如果呢 你想要更加了解我 跟我有更近距离的互动 我会非常推荐你来订阅我的这个IG 收听我的广播 还有订阅我的电子报 好吗 那如果呢 你是想要询问这个有关于 一对一个人咨询天使传讯的这个服务呢 还有这个订购大天使能量蜡烛 在这个影片下方的这个资讯栏 都有详细的这个连结跟说明 好吗 那呢 我们就直接来进入这一次的这个双 不是双 失业 失业 失业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 好吗 然后顺便呢 要提醒大家 如果呢 你还没有来参加我这个全球生日派对的朋友们 在YouTube的这个公布栏呢 有详细的参加办法 如果想获得我准备的小礼物的话呢 赶快一起来参加咯 OK 好 那呢 我们要给生子座的朋友们开场的讯息是 我感觉你们的这个幸运颜色又回到橘色来了 我对你们印象实在太深刻了 四座朋友们 我个人会觉得 你现在这个橘色跟之前那个橘色定义 有一点不太一样 sorry 不好意思 我可能还是会稍微咳嗽一下 就是呢 我感觉你现在 对 给你们看这张牌卡来的正好 这个愚人牌卡 OK 这就是我刚刚要准备讲为什么会不一样 我觉得以前那个橘色的那个能量 常比较有点像是不安啊 担忧啊 或者是会有一种控制的这种感觉 所以需要补充一点点橘色这种能量 来让你自己感到稳定 可是你现在这个橘色的能量 给我有一种感觉是 你找回你自己的力量 你找回你自己的中心 找回你自己 我觉得人胜主控权也好 或者是你会觉得说很多东西 它开始好像来到一个比较踏实的位置 或者是你会觉得说即使 我像刚刚那个愚人牌卡一样 我做了一些决定 我也都会觉得说 没关系 试一试闯一闯吧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这个橘色能量 是属于给我比较有这种气势的一个感觉 OK 所以当然也会再一次推荐你 OK 你可能可以换不同的色调的这种 橘色去做一个搭配 好吧 OK 那一样啊 服装啊 饰品啊 配件啊 通通都可以 指甲的颜色也是OK的 好吗 好嘞 那第二个部分呢 这两周我会特别推荐狮子座的 朋友们呢 来使用这个白色的水晶 我感觉你现在在一个转折点 或者是在一个需要 清理自己能量场的一个过程 让你自己能够更加 我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有一种 你要去迎接一个新的能量进来 或者是可能把旧的这些能量场 进行一个清空 所以我觉得最近你在白色系的水晶呢 会对你蛮有帮助的 你可以尝试去感受一下 好吗 那有一些人呢 如果你们家可以放这种 我不知道茉莉花买不买得到 但我感觉你最近跟茉莉花 也蛮有这个连结的 不然就是你买不到茉莉花的话呢 你家有棕茉莉花当然也是最好 或者是你有这种茉莉花香水 或者你最近特别喜欢茉莉花的一些东西呢 我觉得这个蛮适合你的 你可以去使用看看 OK 我感觉应该是香水啊 或什么之类都可以 OK 好来 第三个呢 要给狮子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呢 我感觉其实紫色水晶应该也蛮适合的 因为我看完这个白色水晶能量场之后 我觉得紫色水晶也蛮适合 再多补充一点 好吧 OK 好来 那第三个状况是 我感觉你们最近好像很多人很喜欢喝养乐多 养乐多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有没有 但是就有点像是乳酸菌的这种饮料 OK 有一些人会称他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称呼 就像酸奶啊 或什么之类的 类似像这样子发酵类的这些东西啊 优格啊 什么有的 最近你好像特别喜欢 OK 我觉得没有问题啊 如果是对身体有益的 我觉得就偶尔加减 摄取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好吧 好那以上呢 就是要给这个狮子座的朋友们开场讯息 我们就准备来进入这一次的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如果呢 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的朋友们呢 我会非常推荐你 记得 一定要灵活运用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 原因是因为呢 本频道为什么要倡导运用妈妈的大脑 因为呢 等一下呢 在讲解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些相关状况 原事物事件感受形容词呢 我没有办法据细名移去符合每一个人 但我会尽可能去说明或举例 让你能够了解这个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因为我不是一个按照排阵或排液解读的人 我是按照我自己对于能量场上面的感思 然后转化成文字 身为一个传讯者来为你做一个翻译 OK 那呢 如果你觉得我的这个语速过快或过慢 在影片下方有个齿轮可以调整 如果你觉得声音太小声 请你戴上耳机收听 我已经订了一个新的麦克风 我们来试看看另外一个新的收音方式 看下一期会不会效果更好 好吗 也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这个建议 OK 好 然后呢 我的影片没有任何的时间上面的限制 什么时候看见就是最适合的时间 也非常欢迎你前后推销两到三个礼拜 这两周 你的挑战牌卡是这个钱币期 OK 那这三组能量牌卡分别是过去 现在 未来的能量场 在我手中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 是这个钱币试者 OK 好的 那呢 请稍微等我一下 先让我感受一下你的能量场 我顺便调一下灯光 不知道这样大家看不看得清楚 这样看得好一点 OK 好 好的 请稍微等我细细瞧一下 好吗 好的 好 我们来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讯息 希望透过我来传递给狮子座的朋友们 好吗 OK 好 狮子座的朋友们 我感觉你好像 从过去的一个什么相关状况 人数当中呢 Sorry 好像从一个什么相关状况 人数当中呢 脱离也好 或解脱也好 心情上面的解脱也好 或者是说 你找到一个更适合你自己的位置 也好 也可以说你突破了一些盲点 或者是突破了一些 我觉得你可能原本是有点限制自己的一个状态 好吗 我感觉这个怎么怎么调都不太对 好 等我一下 我这样调看看这样好了 OK 好 OK 好 原因是因为呢 我现在来跟你做一个解释 你的这个挑战牌卡呢 是这个钱币7 我先把它放在现阶段能量长 因为它是互相对应的 OK 因为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抽到的是宝剑6 还有这个钱币逝者 还有这个宝剑女王 OK 这张牌卡呢 给我有一个感觉 就是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已经有点不想要在 就是处在一个就是 嗯 事件禁止不动好了 或者是 不好意思 我哄了一下 比如说你不想要这些事件啊 好像一直禁止不动 没有办法推进 或者是说呢 好像我们两个 瞧来瞧去 也没有达成一个协议 你想要从这样的状况当中去离开 所以你甚至会 有些人哦 有些事实做的朋友们 你们甚至不会想要去 对方给你一个closure 或对方给你一个答案 或对方给你一个答复 你就会有一种斩钉结点 想要离开 或者是放弃这个选项 或者是比如说 呃 辞职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感觉 OK 因为你已经觉得说 这个状况好像是 嗯 怎么说 这不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哦 这是有理说 有理说不通 有理说不通 是这样讲的 我有点忘记 就是可能跟你交手 这个相关状况人事物啊 是讲了也 可能不会有什么 太大的变动 或者是你们各自 坚持己见啊 类似像这样 然后因为这样子的状况 来说呢 对你来讲哦 我个人会觉得说 你有一种 嗯 比如说我很好心 想要告诉我的合作伙伴 就说哎呀 你这样不行 这样对我们的这个 营运的这个公司 风险太大了 或什么等等之类的 可是对方就会有一种 觉得说 哎你干嘛泼我轮水 我们当初 要一起打拼 不是就是为了 要共创美好的未来吗 我们要有更多营收啊 或什么等等之类的 然后你们可能两个人 在僵持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各执一词 或者是各有各立场 然后经历过几番沟通之后 你都觉得好像没什么用 然后每一次呢 好像我觉得 其中某一个人呢 都好像是要去照顾 另外一个人的需求 照顾另外一个人的立场 照顾另外一个人 他想要的东西 所以这个状况 其实有点不太公平 或不太 呃我觉得没有 那种互相往来的 这种感觉啊 就算做生意做什么 也都是要彼此互相得利嘛 有点类似像这样的 一个感受的能量场 OK我尽可能举例 让你们理解 所以呢来到的一个状况 就是呢 你决定你想要成为 这个宝剑女王 因为你想要看见 这件事情 有一个新的蛻变 所以在这个宝剑上面 有占一只蝴蝶的 你想要展翅高飞 就像这一只鸟一样 你会觉得说啊 与其啊这个地方啊 僵持不下 然后看来看去 好像也没什么好的发展 那不如这样子吧 我自己宝剑拿起来好了 宝剑一挥 大刀一砸 那我起码或许 还会有一种 就是我可以 突破的万难 或者是看到一个 一线契机 这就是为什么 开场讯息 我有一种感觉 你的橘色的能量 已经不再是那种 为了要害怕失控啊 要控制啊 或者是害怕我们 这个可能破局啊 这种橘色力量 已经不太一样 因为你看哦 你现在灰的这个橘色力量 是太阳排卡这个 象征很好的一张 排卡的这个橘色旗帜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你这个橘色力量 已经开始稍微 有点跟过去不太相同了 OK好不好意思 我又改了一次灯的方向 请不要打我 所以呢 你在现阶段能量场 你抽到的是这个 可是我这样 对不起 四座朋友们 对不起 我在你们影片当中 一直在瞧这个灯光 原因是因为 我怕你们看不清楚 OK好来 这个呢 太阳排卡 加上这个权杖国王 然后还有这个钱币六 这三张排卡 给我就是有一个 异象感觉是 怎么说呢 你会觉得我宁可 要能够去看到 未来有这个新的 这个机会跟可能 所以你决定 你要拿回你的主控权 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这个橘色能量啊 好像是再一次拿回 你人生的主控权 或者是 你拿回了一些什么 你必须要保有的 或者是 比如说 你会觉得 这起码是你最后的筹码的 所以你不愿意呢 再接受别人呢 给你这种 小加子气的 这种小条件啊 或者是对方 每次都要你去 应和他的需求啊 你已经有点开始 不想这样了 你觉得 我们就是这样子嘛 说好 怎么合作 就是怎么合作 怎么合约 怎么签 我们就怎么走 所以这个钱币6 给我一个感觉 再加上这个太阳牌卡 还有这个权杖国王啊 你的挑战牌卡是 钱币7 意思就是说 你正在思考 这些东西 到底能不能值得 你再继续投入 因为其实说实在 你看这张牌卡 它虽然是钱币7 可是它手上 握一张钱币的 所以握一颗钱币的 所以这边其实 才是真正这个钱币6 也就是这张牌卡 互相应对的 OK 这样子给你看 互相应对的 手上这个钱币 是因为 你现在要把这个钱币 拿回来咯 你要把这个 放在你自己的手中 你在思考 我到底能不能够 再继续投入在 这个什么相关 状况原事物里面 OK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这个太阳牌卡 跟这个权杖国王 然后还有这种 就是不好意思 等我一下 还有这种权杖国王 这太阳牌卡 还有权杖国王 给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如果假设 我们彼此之间 如果没有办法 看到未来 或者是这件事情 真的没有办法 变得比较好的话 那我可能要考虑一下 适者收回 我愿意再投入的 这些东西了 好不好 OK 这就是你现阶段的 这个状况 好吗 不好意思 要试着做 我一直咳嗽 又一直挑你们灯光 OK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在未来的能量场里面呢 你抽到的是 保健适者 还有这个保健5 然后还有这个保健8 OK 来 这张牌卡呢 其实我跟你讲 很有趣的 就是呢 你觉得说 如果假设 这个状况啊 就是像你想的一样 我不想再委屈自己也好 我不想要再顾全大局 或者是牺牲我自己也好 OK哦 你注意看哦 你这个保健适者 就是在看他手上的剑 我到底要不要拿出来 我到底要不要拿出来灰 我到底要不要拿出来 这个会剑斩情思 好 你看呢 这个保健1加保健5 说实在就是你在过去 状况当中的保健6 OK 你已经在思考 我想要获得我自己的胜利 我不想要再伤心难过 所以你把这保健3 拿在手上 保健5加保健1 等于保健6 也就是过去 你其实已经早就 心里在考虑的这件事情了 就是我不想要在这边 好像就是起舞南下 或者是做不了决定 或者是卡着动也不动 这样我觉得还不如 我自己呢 就拿着 就是像这个试者一样 我自己呢 不如就拿这个保健 把我身上这些加索化开吧 我自己来救我自己好了 所以这张保健8 就是在这里的 其实呢 只要松开这些绳索好了 你就有手可以打开 这个你眼睛上面的这些眼罩 所以呢 你眼睛上面的眼罩 被打开之后 说实在的 你就可以看见 重见光明嘛 是不是这样说 就你像说 你就可以重见光明呢 你就不会再被这些 所谓我觉得条条光光 或者是这些东西 所束缚了 OK 好 所以呢 在未来的不久 你可能会迎来的事件 也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也就是这个钱币歧视 钱币歧视就是 把他手上这一颗钱币呢 拿在手上 就跟你这一个礼拜 这两周礼拜 这个手上的这个钱币 是一样的 你最后会觉得说 我到底应该要把 这个钱币投资在哪里 我自己心里有数了 我要找的是一个 愿意跟我一起苦干 看共同去经历 这种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的这些 相关状况人数 因为在这个呢 旁边这边是有一个 牛在里田的 你要的是能够 跟你共患难 共进退的这些人选 OK 如果呢 这些人啊 他没有办法跟你 在同步 因为呢 他们叫我给你看一下 这两头牛啊 象征的就是两个人 就是你跟你 可能交手的这个人 而且你看到 你的底牌 是一个恋人牌卡 而且恋人牌卡 头上是有一把宝剑的 意思就是说 在未来 你想要交手的 或想要合作的 这些相关状况人数的条件 除了我们彼此之间 要能够互相相爱好了 彼此珍惜好了 但是我头上 还是有一把宝剑 意思就是说 你会开始把这个宝剑 歧视的能量 拿在你的头上 不是拿在你头上 就是挂在头上 你会随时去看啊 这个人啊 到底适不适合你 所以呢 这也就是为什么 在一开始 你抽到这个宝剑女王 你会觉得说 如果假设这把剑拿起来 能够对我有利 能够对我有所帮助 能够帮我看清楚 这状况 那我还不如 就把宝剑拿起来吧 类似像这样子 OK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抽一个 这个宇宙的验证牌卡 来看一下宇宙有什么 额外的补充讯息 那等一下呢 我们也会来抽这个 大天使拉菲尔 还有你的守护天使 要告诉你的额外讯息 好吗 好 你的牌卡跳很快 你看哦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些东西 你抽到一张牌卡 就是这个宝剑3 OK 这个是不是太黑了 OK 好来 这里好了 好来 宝剑3 这样大家都看 比较清楚一点 你看你这个宝剑3 就是像我刚刚 跟你讲的这件事情 OK 你把这个宝剑3 拿在你的手上了 意思就是说 你不想要再去 经历这样的状况 因为以前呢 可能跟你交手 这个相关状况人数 他已经呢 我觉得你们某部分的人 是给这个交手的 相关状况人数 蛮多次机会的 或者是 你已经退让到 你的原则不能 退到不能再退的 一个感觉 我的感受是这样子 OK 所以呢 你在这边呢 还有抽到两张牌卡 分别是影视牌卡 还有这个justice 你注意看哦 这个justice 是很有趣的一张牌卡 你这样看 这是两个人啊 在背后 很像强迫这个人的签约 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觉得说 你在里面是有点委屈的 心不甘情不愿 或者是呢 你所交手的 这些相关状况人数 他们可能是联合起来 一起去压榨你 或欺负你的一个感觉 所以呢 你要去想哦 如果你是被逼迫 签约的那个人 被逼迫 做这件事情的 你应该要去想一下 这件事情哦 到底对你有没有好处 你的保健 到底要不要拿出来用 这个贝壳呢 是这个影视牌卡 他在看呢 这个贝壳里面 到底是什么东西 OK 他们要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这个贝壳呢 其实有一部分的意义 象征的是这个利益 象征的是成果 象征的是结果 所以他们说啊 其实啊 你要像这个人一样 手中拿放大镜 你有没有看到 他手中其实是有 拿一个放大镜的 我只给你看 来他手中这边 是有拿一个放大镜的 OK 他们要我告诉你的 就是你应该要 拿着这个放大镜 仔细的去检视 有智慧的去判断 这个交手相关状况元素 还值不值得你继续 像这个你所遇到的 这个挑战牌卡 钱币期来进行一个投入 OK 所以呢 我感觉 这也是为什么 你这个局势的那样 要拿回你的主控权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关键 OK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精灵 有什么样的讯息 希望能够来传递给你好吗 OK 那你们最近呢 如果有人在签合约 要特别小心 这些合约的这种小字啊 或者是你在做一些 很重要的决定的话 我会建议你 多去看几次 好不好 多去看几次 或请朋友 或者是请专业人士 去帮你做一个 我觉得再做一个 审视吧 或检视也好 会对你比较安全一点点 好不好 来 那这张牌卡呢 其实是 你看哦 这张牌是很有趣的 你看这两个人呢 是好像在这边聊天嘛 或什么等等之类 对不对 OK 他们就要跟你讲 这些呢 是要告诉你 你的生活当中呢 有一部分的东西 是需要能够被健康的 去做一个调整 OK 比如说健康的沟通方式啦 健康的人际关系啦 或者是你健康的饮食 或生活起居 这些都是在你的生活当中 应该要被去调整的 因为这张牌卡呢 上面有这些 很漂亮 你可以看后面 有很多很漂亮的鲜花 对不对 我感觉啊 你现在这个状况呢 整个能量场上面来说 很像是 如果你想要让这个花 能够有所绽放 那你得要给它 足够的滋养 或者是给它 足够的养分啊 灌溉啊 浇水这样子 所以呢 我感觉你要去看看 你在生活当中 哪一个部分 可能有点失魂 需要来一点 这个比较 我觉得正向也好 或健康上面的改变 好不好 来 接下来呢 我们来抽看看 这个大天使 拉菲尔 有没有什么样讯息 要告诉你 OK 好 这张牌卡呢 是家长 然后这张牌卡 叫做人间天使 OK 这两张牌卡呢 其实给我一个感觉 就是他没有告诉你啊 我们离开我们自己 原生家庭之后呢 没有任何人呢 会需要为我们 自己的责任 或行为负责了 所以呢 你得要好好的 像你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 照顾你自己 OK 他们呢 要你能够呢 去思考一件事情 这个人间天使 给我一个感觉 有点像是说 请你闭上你的双眼 好好去思考一下 OK 如果假设 以你目前的 现阶段的状况 你觉得你的父母 会怎么样去建议你 或者你的父母 会怎么样去跟你说 劝说好了 或者是比如说去 舍不得你经历 这样的状况 好不好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叫我用这种方式 跟你解释 OK 所以我觉得 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OK 好来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你的守护天使 有什么样的讯息 可以做一个补充说明 好 好来 黄武师 做的朋友 来你抽到三张 我们来看看吧 好不好 OK 好来 你看哦 这张牌卡呢 这一张牌卡 我先跟你说明 这个能量产工作呢 其实就是在告诉你啊 这个就是为什么 刚刚我们讲 你可能第一 要先有一个健康 上面的转变 第二 他们叫我跟你讲 一件事情啊 这张牌卡 有点像是在讲 吸引力法则 他们说呢 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为什么这些人 会被吸引到 来到你的生命当中 OK 有可能这些人是希望你能够向下扎根 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跟你讲 你之前的这种局势能量是恐惧不安焦虑或想控制 但现在呢 其实这些人是不是协助你能够去找到你自己能够这种向下扎根很稳固的力量 我是一个有力量的存在 我能够自己去决定跟控制或负起责任我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事情 所以你可能要去考虑一下或思考一下这些人为你带来的课题 最后这张牌卡叫做眼中近视爱 你看这张牌卡呢 意思就是要告诉你 请你把你自己捧在你自己的手心吧 好不好 你不要去计较这些什么表面上的得失啊 这些人到底为你做了什么啊 你应该要去看看这些人提醒你了什么 OK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叫我这样解释给你听 可是我觉得如果这个能量产杆刚好符合到你 你应该是非常清楚知道我到底在说些什么 好吧 OK 好 那以上呢 这个就是我要给狮子座的朋友们这一次的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我希望其中一两句话能够帮助到你 这就是我想要做到的事情 当然如果你有符合你的故事 也欢迎你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你的故事 我都会尽快去回复你的讯息好吗 也非常感谢你们来收看我的影片 也请来参加我的全球生日派对 那我是Jane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